去年的那时候好像是五月 他那小孩那次感冒不舒服 就带那个孩子在医院里面去看 我就说顺便我检查一下我的胃哈 我没带钱 你倒是聪明 你生病 你要来检查病 你怎么不带钱呢 这句话是后来吵架说出来的 听见他说这个话不好听 我就没说什么了 检查了好到一段时间 去年九月的时候嘛 那段时间是很严重的时候了嘛 我有给他说过几次的 他就没带我去检查 后来那天不是给他说的好好的 第二天早上要去的 那天晚上他就跟他那些朋友一起喝酒 我说你少喝一点 明天我们要去正义的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叫他的时候 他怎么怎么说我的 不要吵我要睡觉 我就很生气的自己坐车 在你去自己去检查了 在那个车上 那些去看病的人就说 你去做胃经没有亲人 是他不会给你做的 去弄那个半路了 不可能再回来了嘛 后来我就想到他们家有个表妹 后来就是他表妹来陪我检查的 回来的时候从那里去 我就真的就不想回到国家了 从那一起不想回家 是天天晚上在那个店里面去 强行的像侵犯犯人一样 在这件事情之后 你心里有了什么决定吗 没陪我去我就想说没意思 我能动的时候就天天煮饭给你吃 到我眼中的时候你就不关我了 那时候我就想做要离婚的 在这个时候心彻底冷了是吗 对呀 因为我在医院里面我曾经也在那里流泪 看见别人被美国人去看病的时候 都有一个新人可以做 知道我要做胃经的时候 快下班的时候 他便没踩到那个医院里面去的 可是坐位镜是要赶早的吧 我七点钟 他这一次就排到五十几过去 这个事是早就定了的 那头天晚上 哪怕是你过生日 你也应该要惦记着他这种事情 其实当时我是 这一点是我 后来我都有给他道歉了 一直到一直到我跟你说 昨天这个事情确实我错了 我没有顾及到你 因为朋友一来 和久就把这事情整忘了 然后 过了可能有半个月 我又带他去正义了吗 钱我付的 我一句话没说 你带我去看你就是永不离心的 吃好了就要给你生孩子 你去找那个五爷说 我们都会说他的 叫他把你带去把病看好了 要给他生一个孩子 这是你发现呢 后来你自己也给我说过 带我去看好就给我 就要给你生一个孩子 后来去开那个药 回来吃那个药就不服 吃下去就会吐 没得吃病反而还反应那么大 你反过来就是怎么说过的 你不想给我生孩子 你就说吃这个也不行 不带他去也不行 带他去他就是我有目的心的 那是你先给他们说的吗 有目的心啊 那只是跟他商量 我说好好过下去的话 干脆我们还是考虑要个孩子 反正你这边你女儿全部费用我全部出 把你这个病一直治好了再生 你在你心目中说 要是跟你在一起生一个孩子 你就能够管一点 不给你生孩子 你就当 宋兰俊的情人是说不上